总统府新增了两名卫少宪兵确诊 接触有11人快筛都是阴性 那么先会依照防疫规定进行隔离 等候疫调通知 而总统府也已经陆续监测 营区官兵的健康状况 保持勤务正常 另外呢 疫调的结果和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总统府国安会等官员 以及员工皆无接触事 这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